前面讲到直卧球板正手工的时候 用力是以大拇指为主 食指为辅 中指在后面顶着 可以压住这个拍形 但是推挡的时候呢 要以食指为主 压住拍形 大拇指为辅 把持住这个球板的方向就可以了 中指在后面顶住 那么这个是正手反手 这个手指用力的交换 这是直卧球板最难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看 直板的推挡也是分三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要完成的任务比较多 我们看 这个第一个步骤 从准备姿势开始 首先是板头左旋 手指手腕板头左旋 左旋的同时还要干嘛呢 还要拉开手 拉开手的同时还要干嘛 完成重心的交换 把重心压在右腿 也就是这个第一个步骤 完成三件任务 步伐腿上 完成重心交换 重心压右腿 手指手腕板头左旋 手臂向后引拍 完成了击球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步 迎前推挡 迎前推挡 并且这个板形要固定住 不要乱晃 板形固定住 拉开手 迎前在身体的前面击球 腿底下的步伐 完成重心交换 重心压在左腿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推挡动作 第三步 手法步法还原制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纸板推挡的基本动作 那么在这个击球 击球点在身体的前面 击球部位是球的中上部 准备击球之后 一定要迎前 迎前击球的部位在起跳点和最高点 不能击球点太晚 所以这个取决于你的意识 所以这个取决于你的意识 一定要敢于迎前出手 迎前挥拍 右前脚掌登地 加上转跨 还有这个击球点 那么纸板推挡的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要把身体 要用这个脚的力量 转体的力量 还有手的力量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